中國各地疫情持續爆發 很多政府機關因為陽性感染者太多 宣布暫停對外辦公 之前安徽、湖南、浙江、貴州、重慶等多地政府要求 輕症感染者正常上班 西安央企員工家屬李女士透露 防疫放開後 當地央企反而實行封閉式管理 輕症的都要堅持在崗位上 北京市民田女士表示 現在感染的人太多了 都不敢出門 政府能有傻事幹 倒是死了那麼多腐敗官員大快人心 另外 受疫情影響 多地人大會也延期或壓縮會期 新唐人記者雄斌陳傑採訪報導